有没有搞错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为什么觉得我和Jack是一伙的 难道就是因为我怀疑莉莉吗 我看上去很猪吗 全地球人都在骂她 我去保她 她得给我多少钱才合适呢 那反过来呢 有些人维护莉莉怀疑我 我可不可以也说你们和莉莉是一伙的呢 所以呢我想问问 有些人抓着我不懂台湾的一些规章制度延伸 是不是怀疑我在造谣莉莉呢 我有时候就在想 是不是我要跟着大部分人走 别人怎么骂Jack 我就怎么骂Jack 然后别人怎么说他好 我就怎么说他好 我是不是应该做这样的人 才是实大局的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的善心被诈骗也是理所当然的 你看墙内的小粉红 他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不说防人之心不可无 害人之心不可有 就单纯的极端思维 这就已经被骗子盯上了 甚至呢给骗子留下了很多犯罪的机会 我敢说呢 经过这次骗券之后呢 骗子会更加猖獗 因为搞来搞去还都是Jack的错 或许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频道不如人家Jack 不如那些舔红社会的人 因为我太不接地气了 总喜欢讲大道理 该收割人头的时候呢 我却跑到另一波队伍里了 所以呢我也在反思这个事情啊 是不是应该大量收割人头 然后呢再讲一些大道理 反而会更让人能接受 反正呢都是一次性收割人头 为什么我不能再精准那么一点点呢 那其实呢有很多朋友啊 给我的回馈是我是中国人啊 我想东西想的很复杂啊 或许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可是呢我想问问你们最基本的逻辑问题 这件事和我是中国人的思维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如果是警察在质问莉莉 那你会不会说警察是用警察的思维在质问莉莉呢 对不对 这个就显得很奇怪嘛 或者说今天质问的人 如果是老外的话 你们怎么办 所以呢这里我也想告诉你们 你们想想思维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 让你们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来讲 我说莉莉是对台湾是非常有帮助的 你们应该看到我这样的善举 对不对 那另外呢有些朋友啊 坚持认同莉莉是大善之举啊 如果换作是她呢 她也会帮助Jake的啊 我呢对于这些朋友啊 是非常欣赏的 那请保住你们的这份善良啊 至少相比你们啊 你们的这个举动 是给我灵魂深处的阴暗面上了一刻的啊 这个真的不是恭维是实话啊 所以呢我真不能打消你们的善良 但是呢我有必要要提醒你们 别把善良当前使 那我给你们讲个我自己的故事 那我以前呢就有一个同事朋友啊 找我借钱啊 说真的啊 当时我也很不富裕啊 可是呢我当时就有一个缺点啊 就是搭中脸充胖着啊 而且呢我也不好意思不借钱啊 再有呢就是我相信她真的是有困难的 那还有就是呢 我不想在公司里搞一些矛盾啊 反正呢就借了她三百多块吧 那当时呢我还在上学 然后我还有房租 那所以说我就是没有多少钱 可是呢我把钱借给了她 结果呢我们俩就因为这个钱闹矛盾了 因为有一天我找她去要钱 结果她跟我说不就三百块钱吗 我当时一听这话我就傻了啊 看来这个钱是追不到了 结果当天真的没有追到这个钱啊 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啊 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公司下的人嘛 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啊 所以呢我也不想跟她搞的关系这么僵啊 想想呢也真就是那句话啊 不就是三百块钱吗啊 看清一个人的人品了啊 那当时呢就这么去安慰自己 突然间有一天啊 就是我看到她那个嘴脸之后呢 我真的是忍不住了 于是我俩就大骂了一场啊 我当时我也不装了啊 该有态度我就有态度了啊 我就是要把这个礼和她怼清楚 那后来呢她就把钱给了我啊 那有人觉得是不是这件事情就是欺善怕恶 其实并不全是 而是很多事情 我们应该有一个态度 我们可以不计较这个钱 但是态度是要有的 当时呢我就意识到了 一件事情啊 也就是说呢 行善它有可能是助恶的 有的时候呢 我们以为是在帮助别人 是在做善事 但其实你可能是在害一个人 因为你看到的位置 角度 思维 认知 它全都是不一样的 有善是对的啊 但凡事应该有个度 因为它事物啊 它是有两面性的 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啊 我不会被Jack带走啊 我要被他带走了 我就不来说这些事情了 那我也不会把各位带偏啊 因为我说的话是有斟酌过的 再有啊 就是我对台湾的政策啊 确实有些不了解的地方啊 就是有疏忽的地方 有没做好功课的地方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啊 有些人说我做的不够好啊 那个我是接受的 那再有呢就是有些人的留言呢 让我觉得大家是不是 觉得我在搞事啊 就是要上升到推翻政府啊 唯恐台湾天下不乱的这种地步 那我只是把所有的事情 用推理来证明 Jack和Lily 和他所有背后的这些关系网 是存在不合理的地方的 是不禁推销的 那不能说 我不符合大家的认知 我就是关在墙内的思维 墙内的脑袋 我在带接受 所以如果有些人呢 不认为我说的Lily有水分 我完全理解 但是我想问一问 我说Lily这个事情 你们是觉得我是要推翻政府呢 还是觉得我是在破坏民主呢 还是在教大家 怎么把Jack抓起来 怎么把Lily抓起来 还是要堵住这些诈骗犯 将所有人绳之于法呢 或者说我是墙内的间谍 或者我心怀不轨 我想呢大家心中啊 都有自己的答案 那从这个事情上来讲啊 大家想杜绝犯罪 什么是最好的办法 如果人心做不到 法律管不了 那当下你就把Jack事件下的漏洞 你给堵上 你把这一件事做好 那么下次同类的事情 它就会减少发生 但是呢我发现啊 就是很多民主世界里呢 却不堵这些问题啊 它只是防范这些 而红社会这边的方式是 只要它说我想创建这个文明和和谐社会 它就真的消灭了文明 和和谐了各种声音 所以这两种不同世界的做法 都没有改变根本的问题 所以我们追究这个事情 就是要得到一个结果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讨论的事情 必须得有意义 能讨论到这些点子上 大家都能普遍的去做这件事情 才能把这个事情给堵住 就这个一个道理 所以呢有些人反过来说 我啊就是在加大这个缺口 那说实在呢 我不是帮台湾朋友 在做这么一个事情啊 台湾朋友呢 是我绝大的这个受众群啊 这是没错的 但我不是为了迎合台湾朋友 我才做这么一个事情 因为我们都是个人 让这个地球活得更像个人样 有人情味 有人的思维 有人的认知 有人的环境 有人的样子 这个才是我们的共识 那我以前呢就开玩笑说过啊 你说别看我们地球人 打得多厉害啊 外星人一侵略地球 我们马上就团结起来 为什么 因为外星人不是人 他关乎你我所有人的安慰 所以我们才团结 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还有呢就是我注意到啊 就是有很多人呢 认为这个有房有车啊 就不算穷 但是其实正常的社会里 有房子应该是正常的 而你如果要有很多的房子 很多的车 那个才是财富的表现 是不是 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个房子啊 你也只是有个住的地方而已 这个车呢 在中国 我反而觉得 还是一个有钱的象征 但是你们也要知道 在中国的这些车呢 很多这个made in China的车 他这个质量都不过关的 你们坐过一次啊 你们就会终身难忘啊 尤其是那个日本车啊 那个质量超级烂 你甚至都不敢坐 因为你怕 一撞 这个车就扁了 所以呢 我想说的是啊 在中国有这个房子 有车子 真的不算什么啊 其次呢 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呢 它是从方方面面 去掏空你的家产的 而生一次大病 基本上就可以让你倾家荡产了 那有很多人 最后就没有办法 就选择卖房卖车 这就是Jake骗大家的地方 所以说对于Jake来讲啊 至少是因为大家帮助他了 他才可以保留他的房子和车 当然 Jake能不能做到 为了救他的母亲 选择卖房卖车 这也是一回事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帮Jake是凭良心 但是帮不了无数个 像Jake这样的家庭 因为那个环境里全是毒 空气室 水室 土地室 食物室 人室 所以你们根本就帮不了 而且最毒的东西 就藏在他们的思维里 所以呢 就像我的故事一样啊 有些人呢 真的是需要被人摆出一些态度 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所以一件事情 真的可以有好多个突破口 好多个声音 但是这件事情 最终问题 一定会归结到一个点上 那就是做人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既然要讨论 Jake这个事情 我们就是要 找到这些所有问题的漏洞 然后及时的把它堵上 才能成功的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 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结构 很多政府 他都不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既然法律这些 或者政府这些 都不去干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在善良的这个问题上 我们应该有一些态度 就是我们要能分辨出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这样才不会让自己的善良 一次次被邪恶消灭 所以呢 我是提倡善良的 但是 在善良的基础上 我们要能分辨是非 这样才不会助恶 那这就是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